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服部和勞工部 在我們的人力上面 我們都來踢貧窮 面對這樣重大的公安事故 我們真的很願意照顧病人 可是到底是怎麼 讓我們沒有辦法 好好的照顧病人 因此今天幾乎各位來到這邊 要人力不是為了自己 要人力是為了殺者 公安你準備 財団無法防 財団無法防 我們要說上禮拜內發生事情到現在 是我們民間各式各樣的互助 交流在發生 我們自救 我們互救 我們互助 醫護人員消掉上班 民政捐錢 病人自願出院回家 不用急著 不用急著開刀動手術 這些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作為 我們醫護人員現場的 每天要承受怒影 被罵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有多難過 為什麼你們就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而如此地踐踏他們 讓他們那麼的辛苦 我經過SARS 我知道這種痛苦 這種心酸 這種無助 你們還要這樣子嗎 拜託你們坐在冷氣房的高官們 接下來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語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中正大學精神經事廣播電台 連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會在中正大學精神經事廣播電台來播出 之後在禮拜天的晚上 九點半會在PN的網站會有直播 然後會在公庫的網站會有完整的播出 這兩個禮拜 震驚社會的八仙樂園晨暴事件 其實讓非常多的不管是家屬也好 或是民眾也好 感到非常的難過 當然在難過的同時也有很多的憤怒 這個憤怒包括整個公共安全的問題 包括整個醫療救護的問題 但是我們常常會看到這些的憤怒 其實他會出現在醫護人員的身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醫護人員 他常常在第一線的工作場合當中 他必須面臨到非常緊急 非常緊張非常張膨的一種所謂的救援的情況 但是他其實也必須面臨到家屬的這種心情的問題 所以在前幾天精神護理工會的一些朋友 也出來抗議 他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趕緊的來解決 這個醫療人員醫護人員不足的問題 可是坦白講這類型的抗議在台灣社會 最近這兩年是經常會出現的 那除了醫護人員之外 包括消防員包括警察工會 也都逐漸的去表達這種所謂的公共服務的這些人員 他們在整體的人力的配置上面 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節目當中 今天就要邀請到兩位來賓 要特別來談 從巴仙樂園的這種所謂晨暴事件 回過頭來談台灣非常重要的 醫護人員短缺的問題 今天來賓有兩位 一位是基層護理工會的理事阿佑 阿佑你好 你好 另外一個是基層護理工會的成員史東 史東你好 你好 我們知道史東其實在巴仙樂園晨暴的 當天的晚上 事實上也參與了緊急救援的工作 請史東先來告訴我們 當天你所看到的情形是什麼 那一天 接到通知要出雙軌 其實很突然 因為他們說出雙軌的那個終點 是在那個淡水巴黎那邊 所以有一次到當下 應該傷亡人數好像蠻多的 可是我那時候以為 只有一兩百個人 因為淡水那個地方 如果要用到台北市仁愛路這邊的遺人的話 其實真的很少 可見那個傷亡人數應該是很多 只是到了現場之後 因為車子裡面的狀況跟車外 其實差很多 所以我一打他們 其實除了聽到警銷很吵的聲音之外 我其實還聽到那個病人在哀嚎的聲音 還蠻有趣的 那我們推單駕下車的時候 其實就有警銷人員跟交通警察在那邊 就是指揮我們進去到那個現場 就是在巴仙樂園門口外面 他們已經把一些初步處理的那個 清傷跟中傷的病人已經先擺在那個 飄飄河游泳圈上面 然後先擺在巴仙樂園的門口外面 很震撼的是就是有一些 小部分的已經有些處理好 蓋上保暖潭 所以你看不到那些傷口 但是沒有處理到的傷口的病人 光溜溜在那邊還是一堆 其實我那時候 我頭兩天晚上其實沒有睡得很好 因為我一直 就頭兩天晚上我其實還是有做夢到就是我 就是現場沒有人 可是那個飄飄河游泳圈上面的病人還躺在那邊 但是我就一直在那個縫隙 那邊跑來跑去我也不知道我在跑什麼 就其實很震撼 因為也沒有看過雪靈靈的場面 然後第一現場病人還沒有被處理到的病人那麼多 然後警校在那邊其實第一次第一趟去的時候其實還蠻亂的 我想這是對很多人來講都是一個非常的大的衝擊 特別是即使我們當做一個局外人 甚至觀眾在看到這樣的畫面的時候 我們都是心驚膽跳 我不曉得在那個現場你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情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你從來沒有見過的場面 那種恐慌到底是對你來講會不會很大的這種傷害 或是對其他護理人員 他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恐懼的一種經驗 恐慌倒是還好 但是你看到那麼多年輕人在那邊其實還 我其實當下還蠻心疼的 因為太年輕了 不是說一些已經省家立業的中年人什麼的 那些全部都是一看就知道是學生 還有小朋友 那我現在 其實就很震驚啦 對這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看到大量的這個傷患有盡 我不曉得你們醫院是平常就有類似的 這種所謂的去醫療 或者是去急救這些傷患的經驗 那面對這麼大的人力 你們有辦法去當下是如何處理的呢 當下 因為我那天是負責出勤的人員 所以我出勤的時候 警銷人員其實都處理好 然後第一趟我分別送了兩趟 第一趟是送回我們醫院 第二趟是送醫學中心 那第一趟我送了四個清傷回我們醫院的時候 那我第一趟回到醫院的時候 其實現場急診還蠻亂的 因為除了我送過去的病人之外 那個現場急診在那邊 就是自己來一些內科的病人還是很多要掛號 所以等於說我他們還要就是處理現場掛號的病人之外 還要處理我送過去的病人 那我是有看到一些資源的人 有一些很多不認識的面孔 別的單位的人下來資源很明顯的 然後還有醫生內外科醫生都有下來三四個這樣子 但是還是很你看得出來我們醫院的幾個還是非常亂 嗯哼我想請教阿用就是我們剛剛談到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突然來的意外 而這個意外事實上是涉及到非常專業的救援 那特別是在燒燙商 他跟一般的這種所謂的挫傷恐怕是不太一樣 那在一般的這種所謂的醫院裡面 是不是有充足的這種所謂的燒燙商 醫護人員的這種能力來去協助 或是來面對這些問題 嗯其實我們工會抗爭這麼久 其實各科的人力都不足 那這種大型的災難來說 老實說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會預料到會有這種災難 那當然燒燙人員的人力都是不足 可是在這個第一時間上 醫院動員的是緊急人力 就是從各病房可能調一個人來 所以可能當下那個病房的護士 醫生的人力就會頓時間短 就會去支援那個急診的現場這樣子 但是用東牆補西牆的方式來趕快暫時填補 處理這個緊急災難 但是那個當下現況是這個 這的確我們可以看到 他可能是在整體能力非常嚴重 不足的狀況之下 他醫院採取了某種緊急的這種 所謂的資源的這種方式跟手段 我們待會再繼續來談 這個所謂的醫療人員不足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其實這件事情發生到 現在已經有兩三個禮拜了 那在第一時間我們看到很多的急救 可是真正所要面臨到後續的醫療處理的問題 那包括這個心理的這種所謂的重建的問題 那大概會有哪些 那如果在這種所謂的大量的這種所謂的 彰化出現的狀況 而且接下來他可能更需要更多人員 照顧的情況之下 醫護人員他會面臨到的困難 又會有哪些呢 其實我們剛剛從史東在談話的過程中 其實他看到這種畫面其實還蠻讓他有一種 就是那個感覺其實很難受 那我們第一線人員目前都說就是 就是有那種恐懼害怕跟無助 因為其實我們從來都 因為現在燒烤傷心一般來說不會 有很少會有這種病人 然後我們曾經有那種加護病房 七年照顧經驗的那個護士都說 我從來在加護病房裡面都沒有收過燒烤傷病人 所以其實這種在照顧的經驗上其實是很少的 那其實有經驗的人也不多 那面對這麼大量的來說 其實大家真的是不知道是怎麼照顧 而且其實不管是燒烤傷 其實台灣任何一個專業的術科的訓練 的那個經驗的照顧來說 其實都是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訓練 才有辦法一個完整去照顧這個病人 因為各科都有專業嘛 我們這是都是很清楚的 嗯哼 對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看到 包括國外 包括日本或是美國 或是甚至是中國的這個醫療人員 他也想要進來台灣去協助 你覺得這樣的協助是有幫助的嗎 我覺得協助是善意 只是但是他只能暫時的填補我們 現在可能能力跟所謂 我不覺得台灣技術可能不見得會不好 但是目前這些外來的資源 人力上我覺得也是需要讓他進入 因為台灣就是現行就是人力不足 你不讓這些進來的話 那怎麼去照顧這些病人 而且光是一個病人來說好了 我們目前知道一個病人換藥 至少要五個人來換藥 像我我知道是有些人就是三個 他有三個護士 然後一個醫生助理 一個醫生就一個五位 可是有一個病房 比如說他只有兩位燒烤傷的病人 他換一個藥 就需要花掉早上的時間 因為他原來的病人的照顧時間 是要等到下午才能不能去處理 其實現行的醫療資源都很 已經受到嚴重的壓縮 就在這件事情上已經有很大的壓縮 所以人力的補足其實是必要的 那外國的這種資源能力來說 當然要看怎麼去調度他 來協助我們這些病患的照顧 談到這個所謂的醫療調度的問題 其實也有很多人對於這次的 這個上次的事件當中提出了一些批評 他們會指出說 醫院在面臨到這種所謂的重大傷患的時候 或是重大這個災難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一些標準的SOP 來去做資源來去協助 那如果有的話 我不曉得現在的SOP的這種所謂的 標準的作業程序是有哪些 那也有人會說 這可能不是一個SOP的問題 他可能是來自於整個台灣的這種 所謂的醫療上面的資源調度的問題 例如說衛福部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當中 去做這種所謂相關調度的問題 或者是說他可能有做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我不曉得站在第一線的 這些護理人員的這個角度 你怎麼去看待他 到底是一個SOP的這種不足的問題 還是整體國家在醫療資源 醫療能力調度上面的嚴重確實呢 其實我們看這件事情來說 SOP的流程 行政上的作業 其實都是可以很快速的調整 可是人力上的補足 其實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我們工會從創立到現在三年 我們都在講說 人力不足要趕快補足 可是問題是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真正去補足人力 所以當大量傷況現在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們馬上處理 可是後送到病房端的時候 病房的護士人數照顧不足 就是他護士人數不足 所以他照顧病人的品質上 其實都是不好的 對病人沒有得到好好的照顧 那這些問題其實就是 如果當初病人能夠好好補足的話 護士可以好好補足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 就這些問題就會自然的減少 像我們去年來說 我們去抗議過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是首都 可是呢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 我們護士的護士比呢 他只有C級的程度而已 可是我們首都應該要有A級的照護才對 可是實際上我們有個很清楚的數字是在講說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目前去年12月 我們統計數字是2423人 可是要達到A級的照護 缺額還有255個未有補足 可是為什麼沒有補足呢 我們都說醫院為了 醫院是有賺錢的 可是他是故意不補足這些人力 因為你光請一個護士 你可能家一家都三四萬 可是他可能 可是問題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他一年他有9億的收益 可是他是沒有要去補足這些人力的 所以其實都是政府在包庇這些醫院 不去補足人力 我覺得這些問題是要去 這才是真正問題的根源 這就讓我覺得很好奇喔 其實我們知道醫院最近這幾年 也做了非常多的評鑑跟大學一樣 那特別是當你要去維持一定的規模 或是在社區院或是不同醫院 都會有不同的評鑑的標準 甚至我們知道醫生 他也都必須要去發表論文 或是要被評鑑喔 那難道這種人力不是在於政府去評鑑 醫院的標準之一嗎 醫院是要評鑑標準 醫院是要被評鑑 可是平時評鑑他有很多的問題 對我覺得可以請史東講一下他在臨床上 評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評鑑上我覺得 除了行政之外 我覺得光是在人力上面很多就是不在 不在線上工作的人 他也會把他當作是線上人力之一 例如說我們其實現在有很多人是 我們現在單位上是由人流子挺行的 但是他也算是人力 線上人力 然後護理長他也算線上人力 但是這兩位同仁他們其實都不是在線上臨床工作者 都被納入人力的評鑑上 所以其實評鑑這個制度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而且會增加我們在工作現場上的 他會增加我們工作的工作量 我們可能就還要加班為了去應付評鑑 然後到處做這些資料 就是給長官看 可是這些東西就是要壓縮到我們的工作時間 我們下班後還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趕正評鑑 因為評鑑是跟國家把這些健保資源撥給他 是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評鑑一定要過 數字一定要漂亮 健保值的錢才會多 所以這個制度其實都是很有問題 因為大家只要在這一時一刻把評鑑補足 像我去我原來工作的時候 我去上班剛好是要評鑑 所以醫院就趕快讓我去上班 然後那時候我去感覺到 人力上班 我一個月的假該放的都有放 可是大概慢慢的 我開始發現我每個月人力開始流動 我幾乎平均每一個月都 病房裡面都有一個護士被調去別的病房去支援 或是調出去 因為別的病房人數不足 可是相對我們病房的人 就開始慢慢變少 我們放假時間越來越少 對這都是跟評鑑很有關的效益 只要是評鑑的時候 人就把它補足 可是沒有評鑑的時候 人流失就流失 反正哪邊缺 我就往哪邊 我就往其他地方掉 我只要撐過去就好 反正這樣子 護士都可以照顧病人 對他們來說 只要沒有出太大問題 他們就是可以這樣過 其實阿用跟Stone的說法 其實跟我們在大學裡面 其實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就大學在做評鑑 然後在這個評鑑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 他為了要去讓老師 教授的人數好看 其實他都會去聘用了一些 臨時的這些所謂的專案的教授 助理教授副教授也好 那有些學校評鑑結束之後 就把這些老師給翻掉 因為我跟你簽的合約只有一年 那特別有些是行政人員 他是更辛苦 例如說 剛剛提到要做很多的 paper work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我們行政人員 他必須三更半夜都在加班 那只是為了這個應付 這個大學評鑑中心的這種評鑑 所以這個評鑑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說我們原本是希望 透過這個評鑑 讓這個品質 服務品質是更好 讓人力找出這個醫院 或是大學的問題 可是很顯然的 這已經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虛應故事 變成聲勢吸走 所謂的造假 就像剛剛Stone提到的說 其實根本就沒有做那麼多的 這個線上的醫療人員 醫護人員 但是他其實是被算到 這個所謂的評鑑的人數當中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再繼續的討論 就是到底我們現在的護理人員 在現實的這個生活狀況 或是在工作狀況之下 他們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而在前一陣子 他們曾經也到了政府機關去抗議 那抗議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呢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回憶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看看什麼 我們還是 recht幾乎 一個人的回憶 你應該看著 要不要再問 都不安 人 他們 都不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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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护理人员都应该先去改善这个劳动条件 因为没有好多劳动条件 这个服务它是不可能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影 非常谢谢你们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梦 忘记要 Pomis 玩 campus 你看空在家这 Row